這次巴黎影片的行程大概是兩天左右的時間 除了走路之外其他基本上是用Uber來移動 這次我最期待的就是Kith Paris跟Paperboy 所以我們就從這兩個點開始一屋逛下去 開箱Kith巴黎店 終於來啦 就為了這一杯來 來了之後完全沒有失望 覺得這是一間如果來巴黎然後你還沒有來過一定要來逛的一家店 不一定說真的要買什麼東西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在裡面吃Sedale 但是來可以感受一下整間店的一個氣氛還有它整個裝潢 如果在巴黎的行程想要拍一個比較美式的早午餐也可以就在Sedale裡面吃 因為Kith他們每一個門店他們其實不同的城市的購物袋是不一樣的顏色 巴黎的話是這兩個顏色 所以為了要拿到不同顏色的袋子 這次在Kith的巴黎店我就選了一件他們的Vintage T 就是他們拿Vintage T-Shirt然後印上他們自己的Kith巴黎的T-Shirt 那這是one of one就是只有五件 那我就覺得至少這個會是比較exclusive的東西 因為本來是想要在巴黎買他們可能巴黎店跟Sedale他們的聯名款的東西 但是他們就是只剩下帽T 可是我不想要買帽T 然後T-Shirt啊其他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最後我就買了這件紀念 然後順便想要那個購物的袋子 這件我覺得蠻可愛 它除了前面有可樂熊之外 它的背面也是有可樂熊的背面 所以這件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其實是想要點少一點多吃幾家不同的店 結果沒想要點錯了 本來想要點的是炸雞或是炸魚 然後一小盤只有幾塊的 結果點錯了點成它一整盤就有沙拉麵包等等的 但它的肉是真的很好吃的 下次來想吃吃看它的魚 超盛 想要拿它的袋子 買了一個紅碗 結果店員跟我說那個碗 只能Display欸 就是你只能放在家裡裝飾 它其實是不能裝食物的 上次跟大家說可以吃 Sorry 這次從南法一路到巴黎真的聞了非常多的香水 這間Perfumer H是英國調香師Lyn Harris她的品牌 最近也剛在香港還有台北開了新的店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逛逛 這次買回來的蠟燭選了兩個香味 一個是蒲公英 然後另外一個是Honey Honey聞起來比較甜 蒲公英的話聞起來就是非常清香 它其實這個包裝就是蠻簡陋的 就是可能是為了環保都是紙盒 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卡片 送禮我覺得也OK 但是就是它的盒子比較沒有那麼好 精神 來逛一下哈尼LIKI LAB 我約的已經關了 櫥窗 V2K 這次其中很想逛的一家 今年Lamere跟Madeleine他們也有推出蠟燭跟擴箱 Madeleine他們的擴箱蠻特別的 就是他們是在石頭上面 然後你可以滴你想要的精油 那它隨著時間就會蒸發 然後在你的房間啊 還有整個空間裡面散發出你想要的味道 哇 哇 V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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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K V3K V4K V4K V3K V4K 這間小小的咖啡店V4K V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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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三次来巴黎 上一次距离这次是四年 所以这次来觉得还蛮熟悉的感觉 可是就是一来发现还是很喜欢这个城市 今天是到巴黎第二天 然后想说要来拍Goyard 想说提早一个小时来拍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看到人 不知道说会买到什么 还是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不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就没有来 现在去摩纳克的时候已经买到皮夹 这次主要就想要买Hobo 其他就还好 这次其实最想要买到的东西 应该真的就是Goyard的Hobo Bag 所以虽然没有买到 但是还是有入手其他一些非常喜欢的小东西 Goyard的皮夹 它包装是黄色的缎带配上绿色的盒子 这个是灰色的卡夹 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家车 中间还有一个 Goyard它的卡夹的话 在美国的定价是450美金 所以买完就是快500美金 这次去法国买的价格是350欧 换算成美金大概是373 如果退税之后的话是308欧 308欧的话换成美金大概是328 所以整个价差大概就是170左右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卡夹的话 去法国我觉得可以去逛 因为这次不管是去南法或是巴黎 卡夹的颜色都很齐全 五分钟 之前错过纽约的展览 这次来巴黎的时候刚好遇到 展览时间是到今年2023年11月15 來 還可以遇到 以為已經沒有想說來還可以遇到 讚讚 讚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開這個巧克力 它的包裝真的非常漂亮 它一盒裡面是有六片 三個應該是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那這款的話它是巧克力餅乾 真的很精緻如果大家去 然後還有遇到這個展覽的話 真的可以去買一下 它有好多好多種 另外這次去 我有買了Celine他們的皮帶 這款他們經典的皮帶 我買的是它的Small的尺寸 最後毫不猶豫購入的原因 是因為美國現在的定價是 640美金 所以稅後已經快要700美金 那我當下在買的時候 它的價格是 470歐 所以換上過來大概是500美金 如果退稅之後大概是 400... 414歐 換上美金的話大概是440美金 所以跟700美金比 就大概差了260美金 所以真的差太多 所以當下就覺得 那就一定要買下來 現在是晚上來到這個 電影場景的地方 它這個中間其實是 給人家騎腳踏車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點危險 從這邊可以看到 巴黎鐵塔 超美的 好美喔 巴黎其實是 一個最喜歡來的地方